歡迎收看週末大爆掛 你好我是阿拉主播李佩軒 一樣我們的週末大爆掛 大家還在找到哪邊嗎 是開在大新聞大爆掛的子頻裡頭 所以歡迎您進到大新聞大爆掛 先按個訂閱 再來找到我們今天置頂的這一個 我們的連結之後點進去 記得先按個讚 再打開聊天室 首先我們要先感謝我們的何仙仙 已經優先來抖內了 好說這個哈囉同學們 福仙仙跟大家說 記得轉子頻還有按讚挺莎莎 他的意思是因為他姓何嘛 所以下面是何時變福時 所以他改叫福仙仙了 非常懂得現在目前的操作 提醒大家趕快進來 我們的子頻一起來聊天 因為今天有兩小時 非常優質也非常豐富的內容 當然還有我們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首先先歡迎我們的聖美姐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方倫 佩軒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還有我們的玉珍委員 佩軒好 大家好 好 大家都知道週末大爆掛 是要非常輕鬆的開始 不過今天還是要先講講政治 剛剛何仙仙已經幫我們先破題 變成福仙仙了 來 趙浩康在昨天 他有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朱立倫可以出來面對 我們等一下也要請方倫幫我們 稍微講一下 因為他剛剛說 在六年前的今天 也是一個很巧的日子 等一下請你幫我們解析 不過現在何時突然變成 搖聲一遍變成福時 如果你去找教育部的國語字典的話 來看到福時代表什麼意思 說文解字一下 原來是道家稱祭祀神用的食物 等於說我們祭神的時候 用的叫福時 結果現在這何時搖聲一變 變成了福時 現在真的是福氣旺來了 那看到是日本何時 現在如果開放的話 那國民黨聽說 在昨天晚間 趙浩康接到一個記者給他的說 哇 國民黨居然說可以 在有條件的狀況下 好 日本如果能夠保證 實然咒不反對 讓他覺得看得差點昏倒 但講到趙浩康這塊之前 福時的部分先問一下順美姐 這個蘇伊峰醫師也說了 以後不要叫核食叫福時 不要叫霧霾空污 改叫地上雲朵 不要叫癌症 改叫活力細胞 你自己怎麼看 叫福時意思就是自求多福嗎 對 可以也可以 你知道生活在台灣 我們真的不能靠別人了 我們就靠自求多福了 我光是看到這則新聞 我都擔心得要命了 天啊 現在所有的事情 你就靠自己發光好了 自己來抵抗所有的這種輻射 自己來抵抗所有的病菌 你不覺得嗎 從這種疫苗問題 各種破口問題到這個福時 好啦 不好意思 我只是這樣講 我知道你心裡的痛苦 總之自求多福 對不對 是這樣子吧 所以現在看到的是無論如何 他現在還說 因為癌症改叫活力細胞 我看了看了都要哭了 還有這個不要叫電子煙 改叫這個果汁棒 好 簡單改個名字 世界這次充滿了愛與溫馨 但無論如何 我想要問一下方倫 國民黨現在態度到底是怎麼樣啊 如果是真的給這個記者的版本 是說日本能夠保證實安就不反對 代表現在國民黨也不擋了 因為反正想說擋都擋不了嗎 當然朱立倫馬上今天又說 他不是那個意思 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要先搞清楚 2018年的時候 當天在那個地方選舉的時候 同時有10個公投案 就是因為10個公投案 漏漏等大家才會說 怎麼投票投那麼久 一投要投兩個小時有沒有 那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點 2018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投過一個公投 叫做反對核災食品進口台灣 那個時候就有把福島五線市 把群馬這些都都都標出來 然後就說那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意外 那這樣的意外之後 民眾對於這些食品是有疑慮的 要搞清楚 其實那時候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後 2017就已經開始要開放了 所以那個時候在全台灣各個地方 開了很多場公聽會 那很多場公聽會 必然在要曉得我也有去參加 每一場我都到 只要在台北 每一場我都到 在農迴那一場 甚至打架見血都有 為什麼 民眾反對嘛 農民反對嘛 有很多人有意見 我今天就覺得說這些食品賣來台灣 我們要怎麼樣保障自己的健康 我當時就在還沒有吵架打架之前 我問了農委會的官員 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請問一下喔 那進來之後啊 我們能不能要求他標示 我們能不能去做 他說技術上可行 但上面不認同 什麼意思 就是蔡政府根本就沒有要告訴你 這些是不是有問題的啦 你就給我公開吃就好了啦 所以2016 2017的蔡英文 那叫1.0版的蔡英文 現在是2.0 3.0版 超級厲害的 第一 他不跟你開公聽會了 幹嘛開啊 還要跟民眾溝通 還要有吵架 還要打架 這樣不會顯得我們民進黨推的政策 都跟人民處處抵觸嗎 對不對 第二 我也不跟你玩公投了 我直接把你公投沒收 現在去年12月18日的公投法 已經正式被閹割了 再也不會起來 人民已經沒有公投的權利了 所以我可以很大蠟蠟 直接開放核實進口 啊 拍謝 現在乾脆更聰明 從這個校正回歸以來 我們政府最厲害的就是編造一個新名詞 直接改一個新的名詞 它叫福食 這個聽起來有沒有 很健康 很有這個寓意 那以後是日本的福食 就跟日本的草莓大福一樣 感覺好好吃喔 一定台灣人一定是讚 請問一下這是台灣人要的嗎 這當然不是台灣人要的啊 可是他們就用這樣炸雞的戰術 用唬爛你的態度 然後永遠都是用騙的這一招 反正也不用跟你溝通 也不用開公聽會 也不需要公投 最後就是讓你乖乖吃下肚子裡去 所以人民真的只剩自求多福這一招 那講回來我要講國民黨 核心的問題你要搞清楚 2018的那一次公投 是國民黨自己提的 是郝龍斌市長當時的提案 因為他以前做過這個健康 他是健康博士嘛 所以他對於這些食品 對於台灣人的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 他放在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也是我覺得 很支持好市長的地方啊 對啊只要有關於食品安全 我們應該更省慎的態度去面對嘛 就像我講的啊 你去手機刷一下 知道他是不是這個從哪裡來 或者是說他有經過什麼樣的檢核 這些政府都不願意去做 國民黨你這時候就器械投降 難怪台灣人不想投給你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要想盡辦法 不管在立法院也好 在地方也好 你就要把這一些核災食品 這些要去做一個很明確的標示 如果真的黨不做進來了 真的要進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守護台灣人的食愛 讓人民在吃東西之前 知道吃的是什麼 這是國民黨現在唯一能做的 如果我們連這樣的功能 連這樣的話都不敢講的話 國民黨真是不要玩了 你就整個輸料料啊 六年前的今天是什麼日子 六年前的今天 這我今天早上在臉書上 突然看那個臉書動態回顧 六年前的今天呢 就是朱立倫第一次主席下台的日子 第一次 第一次20好日子 我今天早上 真是好日子 發完這個文之後 我去掃菜市場嘛 我就做了一個菜市場民調 很多人跟我講 方倫加油啊 方倫動算啊 很多人跟我講 你們國民黨年輕人要努力啊 對不對 但最多人跟我講 你們那個主席要很加油 對其實很多人都知道說 其實藍營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這個在野黨的能力 要去跟執政長做對抗 可是主席也必須拿出來他的這個power 拿出來他這個很厲害的地方 然後告訴民眾說 我們可以幫你在野的民眾 幫在地方的人民發出聲音 跟執政黨不一樣 但是我們有提出一套解決方案 但是到目前為止啦 可能因為他接的所有的這個 不管是3Q啦 不管是霸場 或者是1218公投 都不是他提的 所以這不是他創造的戰場 他說這個戰場我不熟悉 那我就要回頭問了 如果18年的這個戰場 你還不夠熟悉的話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樣守護 台灣人民的席 那你幹嘛提前交接咧 我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其實我覺得核心的問題是 你9月份選主席的時候 其實這些問題都已經存在了 你明明都可以知道啦 所以在你選主席的那一剎那 其實你已經知道 你換邊都要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你也可以 大大方方的跟大家講 我要選主席 而且我要保證2022 一定讓這個郭敏祥大獲全勝 但是中間這幾場呢 因為不是我開的 所以我不敢保證 也行啊 你也可以跟黨員這樣講嘛 可惜當時就是沒有講 那現階段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輸了 在很多的立場上我們慘敗了 甚至是在公投上 也一向都沒有過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要重整旗鼓 要趕快請朱立倫 你的菜 你的牛肉趕快端出來 你牛肉端出來之後 人民才對你有信心 黨員才對你覺得 好啦我支持下去 我們拼到2022 看能不能有機會議員嘛 不好意思我要抗議一下 第一朱立倫拿了什麼牛肉啊 他如果有牛肉 早要端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覺得民眾對朱立倫 還有什麼期待嗎 你知道現在滾腦問題在哪裡 是雙輸之後啊 你已經沒有什麼作為了 所以我們對你真的那個期待 已經滴到地板上了 但是重點是 你現在連話都說不清楚 就像剛剛那扶食的問題 這個東西 這不是戰場的問題 這是一個說明 你還要搞三 就是搞了三次才 還是說不清楚 然後看到國民黨就是 再三曾經跳腳什麼 你一個黨線剩這樣子 然後呢 你連一個底線都沒有 你們對朱立倫真的太寬容了 我必須這樣說 因為這有關大家的健康 有關大家的民生問題 你這個東西都守不住 這個防線的話 你還講牛肉 是不是誰還相信他 我不是針對你 我真的是對這個黨的主席 真的非常的失望 不會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1月15號 1月16號 就是這兩天 對於藍營來說都不是好日子 為什麼 因為就在兩年前的今天 也是吳主席下台的日子 所以你怎麼都記得這種日子 我一直相信 歷史世面照妖境有沒有 因為歷史會不斷的重演跟發生 所以你都記得很特殊的日子也蠻好 走特勃知道你把這個回顧的功能 當作照妖境來使用 所以拜託不要封我好不好 難怪我最近觸及率下那麼低 所以歡迎大家來幫我臉書按讚一下 沒有 但我覺得其實這幾年的 因為其實我在去年我就已經有講 現在不是藍營最谷底 藍營一定會探到最深 因為現在民進黨實在太厲害了 他連媒體都可以關 連什麼網軍都可以去操控 可以去各式各樣 然後編造新的名詞來欺騙台灣人民 這個樣的政府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怎麼樣去跟他對抗 去面對這樣的獨裁政府 其實一時半刻 我說老實話 國民黨現在還沒有想到辦法 國民黨沒有錢買網軍嗎 還是怎樣 國民黨連衛生紙的錢都可能有困擾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會認為啦 現階段是國民黨 剛剛講的最重要點 你的牛肉趕快端出來 如果沒有牛肉的話 就讓年輕人來嘛 就讓我們一起去變花樣嘛 因為我們年輕人 我們有我們的想法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 不管是網路上的串聯也好 或讓其實讓基層的民眾 看看新的面孔也好 看到新的面孔講說 好啦 我這次再給國民黨 抱歉我想問方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黨內的狀況 你有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 有一些聲音想要來發聲 真的沒有多少人在看 但是他可以把場面做得很大 讓整個氣勢做得很強 可是我們藍營這邊卻還是說 哎呀 你們不要搞那些奇怪怪的啦 我們就找各式各樣的名人 專家學者來演講就好了 可是我講一個很難聽的 我們不就是希望提高投票率 讓更多人關注到這個議題嗎 如果永遠是你們這些人 老掉在重談的話 抱歉你不會吸引 你只會鞏固我們那些 越來越少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要去往中間選民 要去跟不認識的人 去跟你好我好 然後跟他介紹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才是藍營現在要反撲的關鍵 我們也先感謝我們的網友的斗內 這個弗蒂摩的斗內說只要日本 能夠向台灣保證食品安全 國民黨就同意日本核實進口 支持國民黨朱立倫選總統 那我們也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說既然弗蒂摩都抖了 所以他也要跟進 就是要看我 然後盯一個摩 感謝你們的斗內 我們要問一下郁真委員 像趙奧康他就有點質疑 那你到底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你好像顯得態度非常的曖昧不明 是不是跟你要去美國 你看他計劃2月訪美 那他在這之間還要先去日本 所以要送禮物嗎 還是要輸成還是什麼意思呢 連趙奧康都叫他出來面對 朱立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他旁邊真的有朱隊友 就是朱立倫的朱 朱隊友是揣摩上意 結果發了這樣的一篇文章給記者 現在又記者要收回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 我們先講立法院黨團 因為是書記長 事實上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總預算的提案中 針對日本核實的這個 就是要不要開放進口 事實上我們是有提一個決議案的 我們的要求就是說 立法院這邊的國民黨團的立場是這樣子 就是當初這個核實可以不開放進口 是經過公投決定 所以現在如果民進黨政府 你要讓這個核實再度進口的話 那必須也應該要按照原來 當初是公投否決嘛 你現在也應該讓公投來決定 是不是民眾要讓他進口 如果辦一個這樣同意不同意的這個公投 那最後民眾大部分也同意了 那當然他就是可以進口 最後還是應該回歸到民意 這個是國民黨團的立場 這個第二點 我們的立場是說 如果如果這個執政黨 因為大家知道在黨的息事比較少 執政黨一定要開放的話 那執政黨必須具體的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 日本承諾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加入CPTPP 對吧 因為民進黨所有的這些要進口 這個所謂的 他的福祉事實上是核實 還有之前這個萊豬 所有給我們的理由 大家記得他說的都是一樣的 為了台灣的這個經濟發展 國際貿易的空間 為了加入這些國際的各項的貿易組織 之前是說要簽BTA FTA 那前年12月24號通過以後 沒有看到一個影子 半個影子也沒看到 好那現在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一直要進口這些 這些對國家對人民的健康 對民生都沒有幫助的東西 這也不是 現在也不是說沒有東西可以吃 也不是說沒有豬肉 也不是說沒有這些 這個核實的這些 日本福島那些食品 也不是說別的地方買不到 這一類的產品 也不是說它是有多麼獨特的稀有性 為什麼就一直要開放這些東西 原因執政黨給民進黨政府 給我們社會大眾 給我們國人的理由 都是說為了加入 為了台灣的經貿發展 為了加入這些不管是什麼組織 CPTP這些組 日本有什麼主席國 這些輪子國 好 那可以啊 你真的要國人犧牲 給我具體時間 不然就是只是一張又一張的空頭支票 那針對全民炸鍋這件事 我先講福石這件事情 他叫做福石 這個就是民進黨一場一灌在做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大概兩三年前 蔡英文那個總統專機不是出去嗎 那坐飛機回來的時候買了很多煙 那如果一般百姓呢 買這個那麼多煙叫做什麼呢 走絲 走絲嘛 那如果總統呢 超滿 超滿 大家還記得 我覺得民黨最 民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置換概念 就是他把全民都當作 他就漁民啦 他覺得大家都不認識字 就是只要他改變以後 這個所有錯的事情好像變成是一件沒有那麼錯的事情 甚至以這些事情來講 本來是核災食品 現在就變成是吃的有福氣的食品 因為福是一個好字嘛 他不是一個不好的字 大家買東西買那個什麼福袋 福氣滿滿的祝福 對不對 以後要叫祝核嗎 要叫核袋嗎 所以民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置換概念 那就是藉由不停的宣傳 宣傳洗腦 然後大家就服食服食 那服這個字比較正面 聽起來就好像沒那麼恐怖 所以這是民黨最常做的事情 但是不管他再怎麼改變這個字面上的呈現 或是他的意義 事實上真正的要做到的極點 政府有幫我們做到嗎 我現在可以大膽的預估 事實上去年 去年 今年那天投票是1月9號 公投案不是1218 1218投票之前 我說日本的代表 就是日本交流協會 台日交流協會 對 台日交流協會 他有來副代表來拜訪我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投1218 是在之前 我們那時候認為說 萊豬 反萊豬會過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希望 他們事實上來拜訪 目的就是希望開放這個 日本的核食 福島食品 核食進口 好 他就希望開放 那時候我是說 可能如果這個過 明年2021選舉 那可能民黨為了選舉 應該不會再提出這種 想太多了 違反民意的事情 想說應該是不會 結果呢 這個一過 1218 公投我們這邊一輸 我就知道說 這個核食是擋不住的 這個核災食品 真的就是擋不住的 好 第一個擋不住 因為加上最近他又贏了兩場 中二選區跟這個霸場 民黨又贏 他現在 職黨現在已經是目中無人 是 無敵狀態了 士氣如虹 也目中無人 所以他們覺得 不管推怎麼樣 反正沒有人擋不住 國民黨也擋不住 社會大眾也擋不住 因為社會大眾很多人是冷漠的 不願意站出來 沒有出來投票 投票率這麼低 沒有站出來 好 然後所以 現在民黨做好 他一定會開放 我們在一兩個月前就預估 一兩個禮拜前 應該是十二月一二一拜後 我就預估 民進黨絕對不會質疑了 他一定馬上跟你推 直接就給你開放 一定 應該很快的 好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反萊豬那個時候 我們要求的幾點 我們到現在一樣 是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第一個我們在反萊豬的時候 我們要求要查場 第一個要查場 我們第二個我們也要求說 要標示清楚 因為民進黨你口口聲聲說 好你只是開放給人民 多一個選擇 不要讓人民有就是 你可以不買 他一直說進口你可以不吃 或者有人不會進口 那只是開放 為了國際貿易所客 交給市場機制 對對對 他們都一直是這個說法 但是當我們要求標示的時候 民進黨都反對 那這一次我們就看 民進黨會不會反對 就是說我們要求標示 要標示很清楚 然後去查場 去實際派人去 限地那個地方 去日本那個地方了解 我們當時都有提出這些要求 但是事實上 民進黨都是不支持的 百姓可能不了解說什麼市場 就是說民黨說得很好聽 交給市場機制 但是我們要求源頭管理 我們要求進來的這個標示 有多少怎麼樣 什麼要標示清楚 我們事實上也要求 一些證明必須是官方的證明 就是說這個核災食品的 各項有沒有什麼輻射量 必須是官方的正式證明 那官方 而不是用民間什麼協會 協會這樣的證明 那我們的預估 我的預估 民進黨大概都不會 都不會都不辦 那都不辦 那就我覺得他就是一定會進行 他現在已經先打算改變說法 把核實改成符實 然後接著他就是直接就是會這樣通過 那但是就是如盛美所說 那就民眾 我們其實這麼努力 因為公投沒過 前面公投沒過 那真的民眾真的是 我不好意思說真的是要自求多福 但是這種惡劣的居心 不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眼裡 其實我不相信 這種事件一樣一樣的累積 百姓會沒有想法 很多其實這次你說 這個雖然 雖然那個公投那個案子 國民黨輸 輸一點點 但是民進黨也沒有贏 因為很多人也是沒有 站出來投票 很多人也是對民進黨不滿 只是最後當然結果 還是他們的基本盤比較大 對 但是我現在實在是 不敢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先不要 感謝這個Joe的斗內說 來支持這個支援 先磨斗的斗內 好 假日看到沙拉主播真開心 盛美姐你以前跑過政治 對 你自己看國民黨 這一連串的眼鏡 那當然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可能跟你當時 跑政治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變化 因為他也許只會跟 這個軍公教願意靠在一起 但是其實不光只是軍公教 國民黨裡面還有很多 不同的層面 包含很多在地的 在地的 條子 他們始終好像都會有一點距離 也因此像施政鋒老師他就說 如果朱伊倫你今天還在 第一個怕美國 還在裝清高 等著一個個被拔裝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說因為早期我在報社的時候 我一開始跑社會新聞 那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是在政治組的記者 然後我在政治組的時候呢 我記得當時是宋楚瑜 已經從黨中央到省府去了 那接下來黨中央黨密事長呢 就從這個徐水德 一到吳伯雄 然後當年黨主席一直都是李登輝 所以最早的主席下鄉 當時我也常常會去跟著去採訪 的確就是看他起高樓 看他樓塌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國民黨當年在很多地方選舉當中 的確他因為結合很多的地方樁腳 尤其是那種所謂農會 水利漁會之類的 這是他選舉的一個套路一個模式 那也就是大家現在講的所謂的陸軍 然後這樣的一個模式 讓國民黨在那幾年當中 的確是在選舉的時候首相披靡 要幾席就有幾席 但是當然時空已經不同了 那回過頭來說 我只是以前的一個國民黨記者 我現在也純粹就是一個媽媽或觀眾 或我跟你其實想法一樣 是因為剛剛玉珍委員提到 那個四大公投 我覺得我們大家最驚訝就是說 萊豬這個項目怎麼沒有守住 然後你會覺得膽戰心驚是 怎麼可能在我們的認知當中 我不論你支持誰 你總會是替自己的生命安全 跟健康著想吧 那你為什麼願意支持呢 好 那就是剛剛玉珍委員是說 用置換的方式 但我覺得民進黨其實這幾年 大量的用催眠的方式 我認為那叫催眠 什麼叫催眠 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如果多買了香菸叫走私 他說叫超買 那我們會覺得好好笑 這種怎麼會叫超買 但你相不相信 有一大群的可能也是年輕人 或者是支持者 他們是覺得就是超買啊 你們就是找麻煩 那只是超買 然後真的只是同居 真的只是租房 真的不是同居 是不是 我們會覺得很可笑 我們會覺得這種形容詞可笑 對不對 那是我們的想法 請注意 那些去投票那些公投那些年輕人 他們是對這樣的說法深信不疑 他們甚至認為萊豬也好 扶食也好 這都是為了台灣的經濟努力啊 所以有什麼關係呢 總之這樣的一種催眠 你已經根深蒂固到 你沒有辦法去變動它 這是最讓人難過跟痛心的 因為你很難改變我們的年輕人 那這樣的方式已經變成上行下效 反正上面說什麼 你就聽什麼 這已經跟全世界的政黨政治 完全違背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說 對 我不是一老賣老 說我以前跑政治 我只是從以前的觀點 因為至少國民黨那時候選舉 你會覺得很多人會批評國民黨 都是運用地方勢力 但畢竟就是一種政黨政治 可是現在的方式已經不一樣了 我常講光是這個中部 就是台中選區這個補選 民進黨呢各位請注意 它不只是網軍了 所以我真的奉勸國民黨 你一直去罵說他網軍怎樣怎樣 他就是這樣啊 你覺得你改變得了他嗎 但是他戰術有在改變 他除了用網軍之外 他已經用跑祖墳的方式了 他把整個祖墳給你挖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要跑祖墳 那大家也知道嗎 往東部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要跑祖墳的事 往南部看一下 對 請注意 接下來被點名 那都不是現在的問題 可能都是很久以前的問題 全部幫你挖出來 他已經這樣子在做了 那你能抵擋什麼 你似乎沒有這個能力 最後我想講 很令人難過是因為呢 台灣還是有一大批的人 像我一樣 就是我們對執政黨的 所有這些動作套路 我們真的是很反彈 於是我們是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我們希望這些反對聲音 能夠出去 可是各位發現沒有 自從可以反應反對聲音的頻道 跟媒體慢慢被執政黨 全面壓縮之後 你知道那心理的痛苦嗎 你會覺得你反對的聲音出不去 然後尤其這一次 國民黨雙輸之後 難怪很多國民黨議員 不是就抱怨說出去 可能去跑團的時候 很多的這個支持者大罵 為什麼 大家其實對在野黨的一個期待 會超過對民進黨的改變的期待 因為執政黨 我們知道那個套路改變不了 你總覺得執政黨改變不了的同時 是不是在野黨給我們一點力量吧 結果現在發現什麼力量 你們自己都趴在地上了 都要繳械了 請問我不知求豆腐我能怎麼辦呢 那我這些反對的聲音跟力量 到底要怎麼一個出口呢 我相信我們很多粉絲在這個線上 然後他們每天只要中天的24小時 24小時所有節目他們都看 然後一步一區會跟著我們 去表達他的聲音 就表示我相信他們跟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各位這塊土地都是我們兢兢業業這樣子起來 我們真的不希望以後就變成一言堂了 多可怕啊 要講到被逃這個聯祖墳啊 還有家裡面的事啊 甚至自己在這個家鄉的土地都被拿出來講 我就必須先cue一下玉珍委員 在這個禮拜也被很多親綠的媒體追著問 很多不同的案子 你自己也有親身體驗 還是還沒有開始宣布參選 就已經有開始在做這些 這個民進黨隊友認識也是照顧有加 不過我個人是還好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個戰鬥力是很夠的 基本上越戰越勇 反正我覺得我有我說過很多遍 我說我有經過這個萬箭穿線 才能夠金剛不壞了 所以這個敵人的攻擊 在我們身上 射在我們身上就像是我們光榮的勳章 我應該這樣子想 還有我們金門 我覺得像你看民進黨在這個打選舉的時候 尤其你看那時候在打演家的時候 他的那種做法 就讓我想起我們那個823的那個炮戰 然後823 他那個民進黨的空軍轟炸多一下 823炮戰的時候 共產黨在這個金門的土地上 打了一個44萬發的子彈 攻擊的時候在每一塊每一寸土地都有 都有四發子彈 基本上整個土地被炸的這個 體無完膚 但是我們金門人還是挺過來 所以我們有這種建議的這種823精神 不怕攻擊 那大家也是一樣 我希望這個所有支持者也是一樣 不用 其實民進黨這種政黨 你不要怕他 你越怕他 民進黨專門欺負怕他的人 他就是會給你踩到底 你越 你越往後退 他就越往下踩 他不會說 民進黨也很有良性 他不會說 你已經弱得像小棉一樣 他就放你 沒有這種事情 你越弱他就越把你 就是叫做活潑生吞的這樣吞入肚了 對 唯有你站起來 就是勇敢的往前引戰 那他才會 他才會有一點退縮 他也才會 說真的 敵人也才會尊重你 不然 很弱很多的情況下 他只會被人家踩到底 越踩到底人家越看不去 越給你多踩兩下 所以 我覺得國民黨 當然國民黨資者是我們的後盾 很多這個藍軍的資者 很多資者是我們的後盾 那我們自己當然自己 心理的內心的這個素質要夠強了 心理要 內心要夠強大 我自覺我的內心是比較強大 因為 我經過很多很多這個 大風大 我不管說大風 有台的這個 鋪天蓋地的這個攻擊 我常常我都正面思考 幫我做那麼 每一次打開 三什麼臺什麼立臺 每次打開 有時候幫我做 有時候罵我二三十分鐘 我都覺得 他這廣告費也很貴 都有這麼好有必要嗎 你就當作賺錢 幫我做廣告 所以我是覺得 藍軍現在面對的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支持者 經過這一場一場的敗戰以後 慢慢的就有那種 士氣比較低落 就會比較潰散 但是 我覺得大家還是不要灰心 我們藍軍在往前衝的 這些比如說 尤其在立法院黨團 大家有個想法 其實 如果你被一個一個擊破 你看到別人去被打的時候 你不站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 如果跑出去 可能就會打到我 可能就怎樣 你就明哲保證的話 一個被拔掉 他就一個一個拔 下一個打別人 打到你的時候 你也沒有人可以幫助你了 所以 不只是說為了這個團體 事實上也是為了這個國家 遇到這個挑戰 遇到這個攻擊的時候 事實上要我的個性 都是勇往之前 我覺得藍軍要有這種提論 民進黨不會因為你的退縮 絕對不會因為你的退縮 而放你一馬的 反而是你往前衝 他們才會有所忌憚 可是裕貞委員 因為我們剛剛跟裕貞委員聊 現在的問題在於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女將 真的是非常棒 蕭勇散散 對 可是呢 就是男的這些 或主將 為什麼這麼佛系 那已經佛系到 你知道旁邊的狼 是他鋪上來就 已經就鎖喉了 他可能還躺在那裡跟你說 沒沒安心沒咬到要害 你懂 你們現在台北市打法 也是這樣啊 就是完全是佛系來著 就是步調之穩當啊 就一步一腳印的概念 那遇貞委員 如果你們還是這樣佛系打 旁邊的狼一下上來 那一咬喉嚨就沒有啦 前面這兩場選舉 剛剛過去的中二跟霸場 這兩件事情是應該實在 我的看法還是要分開看 中二選區這一場 因為主 就是主要的戰場 是袁寬恒他們嘛 他們決定怎麼做 他們決定說 是不是要去迎戰 因為當初 我事實上有跟他們 大概稍微討論過 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被攻擊很厲害 台北的媒體空心轟照的 非常厲害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好幾個月 每天都只討論這件事 他們家的事 沒有停過 沒有討論別的事情 誰做什麼 什麼都不討論 政策什麼都不討論 純粹就是抹黑式的 一直在那邊攻擊 就是空軍疲勞的轟炸 那時候我上來有跟他們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上去迎戰 因為我自己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回 可以辯論 就是可以講的 是可以反駁的 不是不能反駁 不能讓他單面一面支持 不過 我覺得人家他那時候 看法是這樣子 他覺得說 就是不要造成 第一個政黨對決 那第二個就是 不要隨著他們的議題起舞 那他們希望讓議題冷下來 但是你要冷下來 你OK 你要去踩到對方的痛點 他們希望藉由他們地方 這紮實的根基 紮實的根基 那把自己的票固住 那不要隨對方去 這是這個叫做 戰術的這個運用 那大的方向 他們當初是這樣想 那當然現在我們事後諸葛 回頭來看 面對這樣問題 也許這方向 以時代這樣改變 也許這方向不是對的 因為雖然轟炸是在台北轟炸 那選舉是在地方選舉 但因為他的媒體 實在是日與機夜 夜與機日 全台都輻射到 又是單一個選舉 所以轟炸太厲害的情況下 就像我說 打了很多砲彈 即使你一直躲在地底下 你還是受傷嚴重 所以 但是這一場 我個人覺得台中這邊 不能 不怎麼能怪中央黨部 因為我們的確 包括我們利害黨 我們去那邊 我們都是尊重演家的打法 因為他畢竟是在地 他知道怎麼打 這一場是比較不能怪中央黨 很客觀的講 但是台北那一場霸場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中央黨部的介入實在是不夠 第一個不夠快 第二個就不夠早 不夠明確 第二個不夠深 因為台北這場 以這個藍綠萬華這邊 中正萬華這邊 藍綠的區埔環 我們如果來看 剛剛過去那種1218的公投 來講的話 事實上 藍軍這麼冷的情況下 藍軍還是超過那個門檻 而且還是贏過 就是那個 同意票是多也不同意 就是藍 藍是大於綠的 在那場 在那個公投裡頭 所以如果在那裡 每個人就用力脆一點的話 事實上霸場不是不能 因為他同意 他那個還是多 在那個霸場 同意罷免還是多 他只是票數沒有達標 他的票數沒有達標 但是這些議員們 如果每個人願意多出一點力 那當然是機會就很大 那當然這中間有彼此之間 議員之間的可能一些關係 一些也許角力 也許或一些 當然長久以來一些磨合的問題 那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在那一場裡頭 中央黨部或者是地方黨部 事實上是應該介入更多 對 那如果介入更多 去不要說整合 就是說 只要先把它拿下來 後面怎麼樣大家再來說 不要覺得是這是你提的 我提的什麼這種互相這樣拉 可能最後事實上有 大概有這樣的那個 因為我看中華民最後也有說 不一定是他 反正就是先那個再說 但是就是稍微晚了一點 所以應該在霸場那一局 是比較可惜的 那一場真的是比較可惜 如果早一點中央 再多一點力量去 去我們說 米平彼此之間一些想法 不一樣的話 那一場事實上真的很可惜 是可能過的 如果那已經過去了 如果之前1月9號那個選舉 是一勝一敗 那士氣就不會那麼低落 因為兩場都輸 所以整個男營支持者的 心情郁悶都可想而知 尤其越強烈之者 受挫感越強了 那所以我們再回頭講到 這個核實的進口 那這個核實進口 我們雖然公投擋不住 萊豬反萊豬我們沒有贏 就是萊豬也沒有擋住 但是不是說前面擋不住 我們也知道後面擋不住 我們就放棄嘛 男軍的支持者有時候 他就他也知道你不會贏 因為我們能少嘛 這個大家都在 但是男軍的支持者要看 是你這種精神 你願意奮戰的精神 就是說即便我不會贏 像像我是那時候不是在立法院嗎 我知道我遲早一定會被抬走 這我們能少 我一個人他們六個人 把手拔腳頭全部給五馬分子 怎麼樣也抬著走你 雖然他們後來用男生 比較不對 因為以前的潛規則是 女生對女生 男生對男生 他們後來用男生抬我 那不管 我也不會跟他計較這個 但是重點是 只要我們多堅持一分鐘 那我們的支持者就看到 我們堅持的這個功夫 那只要我們努力 其實支持者是不會怪我們的 他知道你有努力 他事實上更會堅定支持 他知道我們也許不會贏 但是只要你肯支持 他就覺得他有這個有慰藉 就是這個是很重要 現在國民黨勸缺的 就是這種精神 就是說國民黨說藍軍也可以 就是說大部分的這個 不一定是黨員 就藍營的只要不一定是國民黨員 就是說對政府比較不滿人 都希望有人可以去制衡政府 或者至少去衝撞政府 但是因為很多藍營的這個 從政同志不說誰 就是說每個人 因為每個人可能選區的特性不一樣 也有可能自己一向以來的 這個形式風格 或者他所造成的這個 他的這種個性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就是比較溫吞 有人做比較 說那個一點叫走穩健路線 佛系佛系 所以在很多時候 不管是衝突的時候 說不管該堅持的時候 就沒有讓人家看到那種堅持的功夫 那沒有堅持功夫 在這樣每一場 一直打一直輸 一直打一直輸的情況下 就會被支持就會越來越灰心 支持一灰心 他就會覺得算了我也不去了 算了我就不去了 我去了也沒用 那這就會有失敗主義的瀰漫 這個是最危險的 是可以輸是可以輸 但是不能心態上是絕對還是要堅持 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 還是要繼續支持藍營 雖然我們的力量小 但是大家還是不要放棄 永不放棄 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委員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補選或者是這個罷免 好像沒有成到底是不是 我們國民黨的錯 但是我從一樣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2012年蔡英文選輸對不對 她票有成長對不對 可是核心的重點是什麼 她在接下來的幾場鄉鎮市長立委補選 一個一個一個贏回來 告訴她的支持者說 雖然我們大的輸了 但是小的我們都一個一個在抓回來 我們把這個氣勢集結 2016她不就贏了嗎 對 所以對於藍營也是一樣 任何一場小的戰場 你都不能把它當小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野黨 在野黨你就要努力去做 努力去用盡全力 獅子就算要抓的是一隻兔子 但他一樣是用盡全力 選民也會看到 剛剛委員說的好 他們在那邊只要多戰一分鐘 選民就會多感受到一分鐘 郁貞委員真的很偉大 真的為了我們的食品健康 為了我們台灣人的未來很努力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有人說什麼講萬人很佛系 我講一個很實戒 講萬人最有戰鬥力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有一次那時候勞基法修法 講萬人一個人在上面講了好幾個小時 他就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夠不夠專業 夠不夠穩健 但是又可以在專業穩健當中 展現他的戰鬥力 但不得不說那件事情 距離現在有一段時間了 是不是要選市長的包袱 讓他已經優先已經體會到了 我也認為這一點可能會讓他有點壓力 可是我也會 同時我也建議萬安委員 你只要能夠再次展現出來 你不一定要跟人家去推擠 你就站在主席台 你就站在那個台子上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告訴人家你是有料的 你是有準備的 你是一個有做功課的 而且你是為了台灣人民的講話而發聲的話 民眾真的會感受到 你要為台灣人為中華民國打拼的這個氣勢 感謝佛帝謀跟何仙仙的抖內 我一樣也要問方倫一件事情 我自己這邊側面的自己的感受 因為我是身為記者而已嘛 那我平常會去這些國民黨 還蠻巧的 在這幾次輸我都剛好在國民黨黨中這樣 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代賽 我不知道我會好好檢討 但是我自己親身的感覺是從 就是黨主席選舉這一次的記者會 我就開始待在這個黨中央這邊 常常要採訪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就是一個字就是怕 這個怕來自於書怕了 還有來自於怕媒體 這怕媒體是包含是對我 也許很多人覺得中天可能是 對他們來說比較友善的媒體 不 其實老實講很多次我要舉手或什麼的 也當作沒看到 那也許是因為我本來問問題 就不會分藍綠 對我來說我就只想問到我要的問題 那也許他覺得我攻擊性比較強 但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必須還要走到那邊去特別去問 那他們會篩選問題 再看要不要讓你來提問 這是我在過去國民黨比較沒有體會到的 是不是真的跟人民越走越遠 而且還要再問一次到底誰是那個豬隊友 是不是有人揣摩上意 我相信啦 絕對很多人想要揣摩上意 很多人想說 今天就這一場 可能前面已經輸了 或者前面已經出大包了 不可以在某一個問題上 又再出包一次 所以我會認為啦 今天藍營就是很怕 很害怕又講錯話 很害怕什麼東西又沒講 被帶風向啦 對又被帶風向 所以這一點我必須要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事實上掠營網軍 你每一個問題 你每一個講出來的話 他都會去盯去看 這是人家有做功課的地方 這也是藍營沒有做功課的地方 沒有去把人家 去講不適當的話的地方 去做不斷的重複 這是其一來其二第二點就是說 藍營真的很害怕 藍營被打怕了 這個東西就是失敗主義 這個東西甚至有可能就是 用沉默螺旋來講 為什麼 你前面只要一出頭 被攻擊被攻擊被攻擊 你就選擇安靜 越安靜之後 你想要講的話 你越不會講出來 你這個會讓民眾會覺得說 你國民黨好像這個也怕 那個也怕 你是在野黨耶 有什麼好怕的 你是在野黨 就是要勇敢的講 幫人民講 甚至你要把這個舞台開出來 讓更多人一起來講 請問一下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我們去看 民進黨很厲害 只要有人發言一出包 我直接跟你切割 我講的就是你林慶儀 你當時當那個 蔡英文的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你一樣出包了一樣被切割 所以有些東西不是不能切割 只是看你中央的態度是什麼 那就會變成藍營在很多時候就是 連我們其中一個小小的支持者 甚至根本不是國民黨黨員的言論 被貼到我們身上之後 我們要去回應 那有什麼好怕呢 第一他不是我的黨職幹部 第二他也不是我的黨員 我們為什麼要為這些言論去做回應 現在很簡單 國民黨你要把自己的立場跟角度擺正 你就是幫民眾說話 沒有其他招 那有什麼問題你會害怕 只要是應該要去挑戰 中央執政的不利 你就應該大聲講 我要補充一下就是說 各位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他們不是政府單位 他們叫做黨機器 請問黨機器是做什麼的 黨機器基本上是用來複選的 過去國民黨也有敗選過 這本來就是一個規則 贏的人早期叫主公會 文公會那個時候的稱呼 贏的人論功行賞 這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那輸的人呢你就瞎來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只要輸掉了敗選了 這個國民黨的秘書長也好 黨主席也好 過去都是一樣 出來就是舉功道歉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麼 你進去黨機器之後 你應該知道你要做什麼吧 難道你還仰望自己嗎 難道你還要仰自己的形象嗎 你作為黨機器黨鞭 你本來就要去做這些協調跟折衷 所以如果有各位說的 他有那種懼怕的心理的話 那才可怕好不好 你哪一件事情不會被罵 你們會覺得說我們都針對國民黨嗎 那你就弄錯了 去看一下過去民進黨輸掉的時候 趴在地上 就是蔡英文還沒有加入民進黨的時候 到後來蔡英文成為民進黨主席 那段時間 民黨是趴在地上的 做什麼錯什麼 也就是說所有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從趴在地上 慢慢慢慢強壯 如果今天 尤其其實呢 剛剛余政委員講到的一個氛圍 就是你覺得我們苛責國民黨不是 是請你把態度擺出來 也就是說其實民眾都能夠接受 比如選舉輸了 公投輸了 或者霸場輸了 這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是你輸了 然後你找了一個 看起來像小孩子的人 然後在面對所有的 這個千軍萬馬的責問 你覺得這是一個歷史時刻 然後你就派這樣一個人 然後當主席也不見了 欸 藝術長去哪裡了 大家會覺得 這個黨的態度讓人失望 請注意 然後真的拜託 不需要畏首畏尾 請不要害怕 如果害怕 那你就離開這個黨機器 因為黨機器本來 就是要來承受千軍萬馬 不是嘛 是不是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